而针对近期的万科争夺战,证监会表示一直在关注相关情况,并表示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均应依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权利履行相关义务。 相关方的利益诉求应当依法依规在公司治理框架内妥善解决。 各方应着眼长远,把保护投资者利益促进公司长远发展放在首位。 此外,外界热议的深港通开通时间并没有在例会上被提及,不过证监会主席刘世瑜在接受香港商报采访时表示,深港通还有些技术问题,没法确定具体的时间,只能讲今年一定会通。